我都覺得賺平棒 有錢人很有錢 那如果台灣像我們這樣一般民眾 真的就是有點求溫飽而已 賺錢一定是不好賺的 那存錢 我覺得現在存錢真的是比較難 因為那個顏色好 讓它分開一點 那個顏色比較不細 乾淨在我的造型上面的技能之外 我還要想辦法讓人家幸福我 在剛開始的時候非常的辛苦 這確實是蠻重的 不過我們常常說職業無貴賤 你有想過你自己一天賺多少錢嗎 以我們今天訪問的舉牌人來說 他們一天的工資是800塊 扣掉三餐的花費一天能賺到600塊 已經算是很不錯了 想要糊口勉強還可以 要養家會是有點困難 8點半就到了 沒有算說8點半開始 它是10點開始算 有帶兩瓶水跟雨衣 路邊舉牌就能賺錢 這個台灣社會四處可見的景象 舉牌人躺得了招牌 肩負的更智低薪人生 電視廣告然後報紙廣告 還有我們這個舉牌的廣告 預算都會縮減 搬好的時候一個禮拜工人 他們都可以做到5到6天 然後現在搬大概一個禮拜 只能排到3到4天 固定要繳了電話費 然後MOD的錢 老婆為什麼這次電費這麼貴啊 所以晚上睡覺現在都開冷氣了 每天睜開眼就是柴米油鹽醬醋茶 這樣的日常你我都不陌生 台灣社會的貧富差距 您有感嗎 如果有家庭 其實你所有的費用會綁在一起 就綁在那邊你也動不了 還有包含你也不能只考慮現在 你要考慮到未來 你要準備一些費用 中間還可以讓你說 中上或是中上嗎 中下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中上應該至少要 可能買得起床子的 然後生活大概有一定的品質 貧富懸殊是一個全球化的一個現象 要去改善可能要借助 不管是中產階級也好 或是年輕世代也好 能夠去對市場提供新的消費這件事情 那如果能夠這樣的情境產生出來的話 對於年輕人的所得 或者是說降低貧富懸殊的話 你能夠某種程度達到 我們常講的就是破壞式的創新 台灣確實面臨貧富差距擴大的挑戰 從主計總處公布的家庭收支調查來看 2017年全國前20%的高所得家庭 可支配所得是205萬元 對比後20%家庭的33.8萬元 兩者相差了6.07倍 儘管相較於前一年 所得差距略有改善 但對比10年前兩者落差還不到6倍 台灣的家庭所得差距確實增加 蔡政府上任以來 基本工資連續三年調漲 從一開始的208元 108年基本工資已經來到了23100塊 聽起來過去被視為低薪代名詞的22K 似乎已經走入歷史 今天我們就來做一個隨機接法 對 你覺得你算是在哪一個階級 所以現在有在打工嗎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吧 中產 謝謝 透過我們的隨機接法可以看到 大部分的人還是覺得自己落在中產階級 感覺還是可以存一點錢 不過台灣一直以來存在的貧富差距的現況 有因為薪資調整之後獲得改善嗎 我想要亮一點的顏色 但是不要紫色 其實因為我做久了 所以其實薪水比以前好很多 以前的1000塊跟現在的1000塊也不一樣了 對 買東西有感覺 包括純說我以後可能我退休的基金啊 我覺得那個都時間都拉得很長 現在也只能努力賺錢跟存錢囉 可是我會多看一些儲蓄類 或是投資型的產品 錢不好賺 存錢也難 眼前的刺青師小喵為了養家故孩子 原本月領30K的她 毅然決然從幼教業轉行刺青師 但脫貧致富的這條路確實不好走 一直滑 這個要存放 我原本是一個舞蹈老師 然後我教我跳舞 從事跳舞的行業大概10年 現在還是有舞蹈的工作 但是我們還有做一個叫形象鼓紋的 包括了蠻多的專業項目在裡面 你就是從一個原本是老手 然後可能變成一個新人的角色的時候 你的心理狀態要調整 儘管自己早已是藝人愛用的專業舞者 但為了延續職場壽命 除了敢學 還得夠掌金 不是只有學 學可以學很多東西 但是金是你可以把它變成自己的武器 然後讓你在這個社會上 是用這個武器去賺到錢也好 或是去讓人家respect你 當你每一項專精都是可以磨到一把刀 或是變成自己的武器之後 你今天在任何的社會 再怎麼轉變 環境再怎麼轉變 你都不會被打敗 百工百業的你我他 都能看到努力宣映 當我們對於未來感到茫然的同時 縮短貧差距 台灣有機會嗎 台灣貧富差距有一個很主要的原因 是海外代工海外製造 等於說我們台灣接到電單之後 其實是在海外生產 可是目前貿易戰會改變這種情況 也就是說台商回流 會讓台灣有比較自主的供應鏈 這個自主供應鏈基本上某種程度上 可以解決過去那種M型化貧富差距的現象 台灣的自主供應鏈 你未來的這個要供應的需求市場在哪裡 這是下一個階段的挑戰 如果說我們能夠找到合適的市場 將來這個整個的這個貧富的一個情況 是可以改善的 貧富差距不是政府用報告數值 就能解釋的社會現實 想縮短貧跟負之間的距離 或許我們都該反思 誰開始造成貧富差距的元兇 聽音樂新聞 陳建敏 黃沛如 台北報導